那時候我就一直覺得說 啊你就去選一下啊 不要再做部門區了啊 地區很好 你不是叫我不要去選 我叫你去選一個中的地方啊 跟他說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再一次 不是他所認定應該要去的地方 他只是沒差錯 你幹嘛選這個一看就要輸的地方 只是他沒講這麼白而已 你這樣講說 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你這樣選高雄 我就不會來幫你站台了 對啊 你為什麼這樣 我選任何地方 你都不會來幫我站台 小姐 我就記得小會就告訴我說 真的 等一下要閃過去 你務必要閃到旁邊去 因為等一下會如何 我就想 喔 好 對啊 一中逗逗逗逗逗逗 不可以來玩笑 一段永遠難忘的亂講 有啦有啦 唱唱夠夠夠 高大來高小你的海荒 緊地遊玩也沒改變 我是在高雄比較常跳舞啦 哈哈哈哈 他剛剛說 因為我們都很害怕被咬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看這一集的看新聞 下一次呢 我們政壇好朋友 帶大家到了台中跟台南 那麼這一回來到雙北 雙北的政壇好朋友組合是誰呢 馬上帶你去看 嗨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 長期關心教育的柯智恩 大家好 我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我是立法委員蘇巧慧 最喜歡講故事的水灘媽媽 每次講到藍綠 講到國民黨和民進黨 大家就覺得是敵對 大家沒有想到說 跨政黨也有好朋友 其實政治是一回事啦 那私下的交往是一回事嘛 那我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的身分嘛 我們的爸爸都當過屏東縣的縣長 所以這大概也是一個緣分啦 我是到立法院的時候 才認識柯智恩教授 柯智恩委員 然後後來一聊之下 覺得非常親切 真的很多想法都很像 其實我必須說 我已經公開說過好多次了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喔 就是在我第一次當立法委員 就是進到了2016 當年那一屆的教育文化委員會 我覺得那個委員會 其實風氣非常的好 是我想像中的國會 當時的國民黨代表就是智恩節 我從他身上真的學到非常的多 哇這果然是屏東人 大家都互相挺屏東人 不過我覺得跟曉慧最有默契的是 我們常常每次在質詢 所以我們兩個都非常早 幾乎都是前兩個去簽到了 七點半就看到彼此 然後最驚訝的就是 我們所提出來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所關係的議題 其實都非常的雷同 所以我們必須要搶誰先講 對 剛剛說為什麼很怕在他後面 就是因為他講完了以後 那我還講什麼 因為稿子幾乎都一樣了 不懂為什麼 那那個真的是一個默契了啦 所以我覺得即使彼此之間在政黨 很多的價值政策上是不一樣 但是在一個優關於一個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一些 大家所關切的 特別是教育議題上 我想他是沒有太大的欄語之分的 那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那你就去選一個啊 不要再說部分區了啊 出去很好 你不是叫我不要去選 我叫你去選一個中的地方啊 選一個會條的地方啊 他點外話說你不要來選榜叫 羅智正在怎麼這個 這就是羅智正的選區好不好 以前我選了我選了選區 這故意的嗎 這故意的嗎 在我失敗的地方嗎 他說你們兩個這樣子跟他在國防外交 你在專業動作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碰在一起呢 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去選高雄的時候 喬惠也說 蛤 那很苦耶 很辛苦耶 真的 真的 所以他都會有用他自己的角度 跟立場 來去做一些的提點 我覺得這也是啦 因為他是出生於民進黨 我是出生於 跟國民黨的這個這個系統 所以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不過還會從他自己的角度 給我一些在選舉上面 一些該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這點也是 喬惠他真的說了 完全是不分黨派 我也不想他對別人事是不是這麼好的 pa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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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的確是可以從他身上獲得一些的訊息 跟一些的一些的占作 欸真的看得出來兩位好交情 而且認識這麼多年來啊 大家都在有好多優點都在互相看到 我們可不用簡單的一句話來形容彼此的意象 你要先嗎 喬惠就是一個非常的認真 非常對一些事情 其實非常的堅持 而且我也可以看到 他在對於家庭跟對於他在立法院問徵 跟選民服務上 我真的可以看到 他已經找到非常好的一個平衡點 謝謝 這個真的就是從你身上學 那我覺得柯貞是一個非常專業 而且理性 那其實如果他願意繼續在政治領域工作 我會覺得是國家的人才 好 就是要找對的地方去選 哈哈哈哈 你別說什麼 我不能說出我建議的地點 這個是以下講 他有建議我一個非常適合實行這個實驗三法 非常多地方可以實行我們這個所謂的 非典型教育的地方 不然地方是我們國民黨的 非常有資深的委員都會在的地方 所以就好 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嗯 好 那巧惠委員呢 當時知道周恩姐去參選高雄市長 給了什麼鼓勵 我沒有給他鼓勵 我跟他說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再一次不是他所認定 應該要去的地方 他只是沒差錯 你幹嘛去選這個 一看就要輸的地方 只是他沒有講這麼白而已好不好 他講說你為什麼要選高雄 你這樣選高雄 我就不會來幫你站台了 我選你這樣選的地方 你都不會來幫我站台 小姐 嗯 在登記之前 還有在正式開打之前 我可以多說幾句好不好 挑對地方的話對不對 我如果去選屏東 你會去站台嗎 嗯 在正式開篩之前 對不對 屏東真的不適合你 真的啦 是 屏東沒有下高雄 沒有下房子 沒有下過什麼地方 就跟你說下的地方 不可以在這裡說嘛對不對 好 立法院共識的這段時間喔 對彼此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事情 我覺得你說比較 我覺得不談政層面 因為我們政層面其實提出非常多 但是我只記得那時候藍綠 在座很多的攻防 不管在年金改革在什麼 我們到最後都會打到武打 武打的地方 然後大家相約 大家就不小心就會在那個主席台前面 然後呢民進黨夾帶 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我只記得小慧就告訴我說 真的 等一下要閃過去 你務必要閃到旁邊去 因為等一下會如何 我就想喔 好 對啊 然後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 因為為了年改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有七天的巧燈野戰等等 那是最快樂的一次 零食會 真的好多零食喔 他們 鬼迷黨是家從二百好不好 已經是家到中落 已經家徒四壁 誰給你有這麼多 你們現在這一間很多欸 好好 我要說我那一間 可是巧慧永遠都會是在 趁所有資深委員 本黨資深委員沒有看到說 偷偷塞幾個東西 在你的桌角下面說 先生姐 剛剛有一些 別人的我都送給你 好 然後就會有這些 你這樣是不是透露了我太多的Petball 到時候我被我的黨團祭典怎麼辦 沒關係 而且你的黨團通常 起碼上在國民黨委員當中 對我應該是覺得還算是可以的 所以蘇巧慧做這個小小的 不是美一樣 但是有小小的一些 額外多出來的好不好 他就會塞一兩個在你的場邊 有時候是我自己買的啊 對對對 不過我們現在講了這麼多啦 我們到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各位我還是各自支持 我們各黨的候選人 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說這個政黨 有政黨的一個規範 但是私下有私下 大家可以在一些理念 或者是在這些政策上面可以共享的 政黨競爭其實就跟 球隊上場打球一樣 你球隊上場打球 當然要認真打 而且不能打假球 但也不要打髒球 對不對 那球賽比完了下場了 那當然其實大家還是可以互相切磋記憶 然後可以一起去吃飯聊天等等 我覺得這不是問題 這不是問題啊 剛兩位也講到兩位都是媽媽 有沒有交換過教養經驗 會有 我們都會在講 我們每次都說我們在為一些教育立場的時候 可是我們有時候就思想想說 哇遇到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我們到底還會不是如此吧 對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特別的 因為我學長他好幾輪 不是好幾歲 是好幾輪 所以說呢 我的小孩現在目前就長大 所以我在教育的過程 他的孩子剛好也就在這個過程 所以偶爾也會提到 特別是在未來的升學會等等之類的 我甚至 我甚至把我女兒小時候穿的一些的衣服 我正想說那兩件好漂亮喔 那兩件長衣服 給他的小孩 對 我們真的有穿耶 有喔 有啊有穿 沒拍照片拿來 所以我們在一些私下裡面 對孩子的教養問題 我都已經走過嘛 那我也很清楚 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可能的想法 所以我想就會 在這個部分的確會有一些的 交換的意見 好思想這些交流 會不會使用只有一起去做什麼活動 這倒是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 那立法院完成了之後 我們還有其他的會議 那甚至因為我是區域委員 我還必須回去跑團 我們都是利用一些 比舉例來說 像那個什麼 有時候碰到一些公寄的機會 或者是一些 有啊公寄的機會 剛好就是在板橋 然後他的樹林 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是這樣沒有錯 我記得有一次 遇到的時候 在外面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陪他來的那個吳秉瑞說 你倆是說好了嗎 我還記得這件事情 二位男人明代都未名喉舌 然後最近大家也都在寫槓 我們看到 曹威委員還去當水他媽媽以外 還要兼唱歌 還要辦這個曹歡唱 他以前就曹歡唱歌 有聽過嗎 給他打幾分 我有聽過啊 他就唱作劇接啊 他隨時一個就可以這樣子 你給他講一個什麼點 他就可以馬上唱出來 怎麼從王心靈啊 反正從哪個年代都可以 只唱沒有唱 月滿西隆內 那一載那一載 我們就說因為我們身上要裝開關 我們要有國會開關 啪啪 然後但是也要有地方開關 啪啪 這完全不一樣了嘛 你面對有機會不一樣 我跟你說他唱歌 覺得比陳其邁的紅豆 還比高嘉瑜的好聽太多太多 好不好 現場可以來一段嗎 蛤 蛤 好啦 唱兩句啦 唱兩句啦 為著你 欸怎麼那 被你講什麼 突然忘記歌詞了 喔這好真實喔 這一段 欸 西邊海岸就要叫什麼啊 哈哈 馬上幫我一個人找歌詞 哈哈 你唱的可以嗎 誰就走路路不走 不能來玩笑 一段永遠南夢的亂講 好有啊有啦 唱唱夠夠夠夠 高高大樂去搞好笑 你的海荒 緊在油 我真的沒改變 噢 大家都是 是不是 大家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是在公民比較常跳舞啦 哈哈哈哈 我又拿馬上去 哈哈哈哈 一輪轉 很會轉耶 第一輪開始 我這樣 唉唷好害怕 好害怕 唉唷 好害怕 他掉下來 這樣沒有啊 對 還剩一顆啊 還剩一顆 一定要先拿來才拿金幣嗎 會不會直接拿金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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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沒有啊 沒有啊 可是問題是 所以他剛剛就灑掉了耶 好害怕 他剛剛說 因為我們都很害怕被咬 是這樣子啊 我沒有 我沒有被咬到 我沒有被咬到 我是不是被咬到 有喔 沒有 那個蛇跳出來就算了 那三輪加總 曹惠委員拿到兩分 然後特殭委員拿到一分 我沒有被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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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想做阿嬤了嗎 哈哈 不會想 我一點都不想 你這樣問問題 真的非常的沒有流量 你知道嗎 沒有流量 真的 真的 那不然你問問 志倫姐非常有Sense 說出侯友宜三個優點 侯友宜喔 很會跟里長不安安 很會跟媒體不安安安 這個算什麼 算是優惠點嗎 還有的話 可能會跑光 他對選民非常的認真 對於基層也都很盡力 然後對媒體的需求 他也都會盡量滿足 那你明白嗎 你看 同樣的一個事實 我們用的形容詞不一樣 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是不是 我這個是不是略帶 有一點諷刺的意味呢 這就是你看上場打球 不打假球 還是認真打 志倫姐那你如果下次再讓你選的話 你最常打扮成什麼來沖流量 我就是我自己這個樣子 你這超沒有流量的 你們家的蛋放多久 我們家的蛋放超久 因為我都不煮飯 但是我又希望冰箱有蛋 你會放到110天嗎 是不會啦 所以新天的蛋很重要 新天的蛋非常的重要 那在2024年 兩邊陣營各自代表不一樣 會不會傷感情 傷感情啊 不會啦 因為我們都還是各自把自己的這個政策 把它講得很清楚嘛 譬如說侯友宜先提出了八十兩表 因為那真的是很多人跟我們做反應 然後我們先提出來 那我勉樂於看到民進黨政府 做了七年多都不做 然後立刻就開始做一些政策上的改變 我覺得這件事件好事了 我看到八十兩表這一集的時候 我就知道 症恩姐真的加入夥伴政策了 八十兩表確實是有她還不足之處 所以這一次我們朝多元開放的方向去走 我覺得如果有好的意見採納 當然也不是壞事 但如果是像國民黨這樣提出的是 只要年紀一到就全面開放 我相信她還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啦這就是我說的嘛 侯友宜提出來之後呢 不管少會說的 是不是年齡的限制或等等 她本身就會是做一些的修正 那這個就目標就是達到啦 其實對侯友宜的所有政策裡面 我第一個要question的 其實就是她對核能的政策 新北市的時候反核能 為什麼一變成總統候選人了 就可以開始說 我們要支持核四 要核能也是未來能源選項的一環 我覺得這其實立場的反覆 讓人實在是看破手腳 那對於新北市長這一部分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了 侯友宜從頭到尾都只是講說 我們重視核安 並沒有從頭到尾沒有在她的持續當中說 她不要核能 可是你會看到現在目前缺電 這個電的問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能源的問題一直沒有辦法 下面進場所提到的 2025的這個非核價 完全就是做不到 大家每次在說缺電 但是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台電的這個頁面 每天都會清清楚楚的 把台灣現在每天的電力備載容量 那幾乎每天都是超過10%以上 甚至是亮綠燈的 那如果一天是綠燈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通通都是綠燈 那請問缺電到底是缺在什麼時候 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備載容量10% 那台電裡面所呈現出來 包括在我們高雄裡面 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這次不管是有沒有跳電缺電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台灣的確在過去七年當中 在過去五年當中 就是有非常多不斷的跳電 我們的電網的脆弱等等之類 都不是只有在備載容量這裏告訴我們 包括美國商會的這個白皮書裡面 都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你們 台灣就是有能源缺乏的這個問題 可是這裡面就有一個偷換概念的部分 電網脆弱跟發電量其實是兩件事情 電網如何讓它能夠更堅固更堅韌更安全 可是這個跟發電是完全兩件事情 沒有我現在只是 你剛剛沒有聽清楚 和電網的部分是兩件事情 你不能把台灣不缺電 就是用台電的這個備載容量來涵蓋 當然我也很清楚的 電網那是另外一個story 小動物好不好 突然之間出了小動物 也是另外一個story 有太多 但是我們常常在跳街 但是你問到人民 不要看到那些數據問 你還是要看看人民 我們的確在缺電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跳電的這個部分 的確造成非常多民生議題上面的損失 這也是一個完全不容否認的一個社會現象 現在台面上要參選的 從原本的桑卡都變成四方淨和 郭海明宣布參選之後 宣布了副首 賴佩霞一出來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你們的信賴台灣 我們該是要信哪個 信賴台灣當然還是有真正從事經驗 而不只是在這個幾小時的扮演當中 當然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經驗 的候選人 我覺得賴佩霞女士 她過去長期 其實我說實在 她也做了非常多的心靈 其實為了課程 對 她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賴佩霞的出現 我是覺得蠻符合所謂 郭台銘放出來的三個條件 女性嘛 然後專業 然後能力比她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才說欸 找得到這樣的人欸 所以妳的信賴台灣 妳那個Line對不對 現在開始引起到 那個Line都是哪個Line喔 對不對 你們到底有沒有樂見嗎 我們當然不管是幾組人 我們都會認真繼續選下去 爭取大家最後的支持 我們就是希望他們這一組 能夠好好的走下去 政治可以競爭 政策呢也可以辯論 但是朋友呢 一樣可以跨政黨 那一輩子的好朋友 今天非常謝謝蘇曉輝委員 還有我們特徵委員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看新聞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也要稍微廣告一下 我也要跟我的學生 因為我的學生都是 心理諮商背景的 我們也都會來開一個 聊聊心事 就完全充心裡的 你要知道 渣男渣女性生 會告訴你 渣男是怎麼形成的 跟原生家庭有關 是不是 這邊政論好玩 好玩太多了 好嗎 對 可是你下次要用渣男啊 渣女的類型 那我送你來嗎 各個總統候選人 你去政論的時候 也許可以這樣講 沒有 我們來Podcast 我們來Podcast一下好了 我們來挑選 政壇的渣男渣女的台人選 喔 那我們走得出這個錄音室嗎 我覺得我們肯定會因此爆紅 離譜 對